好,hello,現在是23號出街,但實際上現在也是23號,凌晨 我們兩個都已經喊了一天 我也覺得越來越開心,因為跟你做,第二,聽眾有多捧場 自然有一種力量和動力在後面推我們走 我現在覺得要打巴啡,累也累了這個鐘頭 你提出佛教的觀點,為何會遇到貴隱,又遇到少隱 這裡有很多東西可以說,除了佛教之外 道教也是這樣說,民間中教也是這樣說 就算是中國的儒家也是這樣說,我們逐個可以說 我們在未開估佛教觀點之前,我們先說一下 貴人和少人這件事,我想犯少人就莫過於我 為甚麼呢?你有甚麼事這麼慘呢? 我都是穆結的,結得很很重要的 你算不同的東西,紫薇,紫平,即是八字,鐵板 都是說你惹小人 不是惹,是是非命 會不會因為你漂亮? 美女大把,何時會輪到我呢? 為甚麼會有那麼多小人在你身邊周圍搖一搖 有一句話,我當年被人看鐵板的時候 他就說,由余之難見驚擊 即是說我周圍都是驚擊 他又不是說阿順的故事,說我這條命很苦 又不是這樣,只不過是遇到身邊 不是賤人就是雞弟,賤人,雞弟,雞弟,雞弟 阻礙你的 阻礙你的 阻礙,阻礙 阻礙你的 我本來也不相信 因為我這個人鬥氣,反叛 但是人到中年都發覺,喂,真是 真的有的 都是這樣,是 全部都是這些 如果在儒家學說,這個是很有因果的 這個跟佛家珍可以比較一下 他說,得道就是多助 得道多助這個助,就是多人幫你手 得道就是做人做得好,正道 正道 你行動的時候是公公道道,大道的 正道,我們說是大路的 這樣,人們會自悟幫你 這個在我這麽多年行政工作裏面 發現是真的 是假的 不是,是真的 是假的 你是假,我是真的 為什麽是真的 即是說,這個世界 那為什麽現在整個建制 這麽多了 要錢有錢,要權有權 這個問題呢 稍後會解釋一下 這個正路呢 即是說,如果在上的人 執行一個公公道道,公正公平的做法 自然那些人會歸心 少些錢,或者少些利益 都會幫你手 因為他覺得,這個世界一定是有階級 不是無產階級的觀念 是這個世界沒有的 一定有階級 最好在執行行政 因為你有階級 於是,必定有權力 你權力使行得好 公道公正 為什麽要講公道公正公義呢 就是因為你有權力 看看你怎麽執行 執行得好 那些人自然歸心 會幫你做得好 你不用怎麽做事 別人都幫你做完 那這個呢 你剛好轉 如果你那個在上持權的人 是沒有公義的 都不懂公道的 一味偏袒 或者為了自己的利益 為了某一些黨的利益 為了報恩都不頂 我們什麽都到齊了 我們這麽多十幾年 那些場景都上了 裏面呢 就使得很多人調戲不順 為什麽呢 看公道 一定要to be seen 一定要被人看得到 而且公道不能隱瞞 就是很清楚 你怎麽隱瞞 怎麽障眼 最後都會在你面前 出現那個真的道理出來 不能騙的 所以呢 自然就是那些人 會覺得你是不對 你不公道 不公義 不公正 別人就背棄你的 不喜歡你的 所以我就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很理想 這個也是 我們看譬如說 這個自家格言也好 什麼 遇正義遇造神機 或者了凡四分裏面說的話 但在今時今日這個 國之章 沒法時代也好 什麼都好 你發覺 瘋子 瘋子來把持朝政 越來越多 然後妖孽還行 就是我們昨晚 剛才那個節目 《禁失不禁話》 都有說過 你發覺現在你是越無恥 越發達 反而你越真心 你越有原則 就越聽黑 不是 那你的問題就是 你那個度尺 也是用發達來做 不是 用發達 因為我的度尺 不是用發達 不是的 我不知道用發達 我包括 我剛才那個 是形容現在的社會現象 但譬如我說 只要我坐前一點 譬如請人 譬如今時今日 很多做飲食的 我的朋友 對工作很好 很友善 反而是很激 人們覺得他臨線 覺得他好人 就給他很多麻煩 又勒索 又騙 我也是 以前對那些伙計很好的 但是 什麼事 經常從鼠蟻都走出來 哇 很恐怖 原來你不建立你的威信 你只是一口氣 是不行的 當然 你只是好人 就不行 問題是 還有一件事 大陸經常說這個 是對的 叫做以法治國 有一個不是不搬的龍門 現在的以法治國被人笑的 就是因為那個法龍門 整天都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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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見了都可以 不見了 而且那個龍門是就他的利益而建立 不是因為有一個基本的方針 然後大家拿著一方針來做 那你怎樣辦到事呢 因為你四圍半裂 又怎會相信你呢 你沒有了威信 人家就會欺負你 人家就會造反 人家會造反 一定有原因 不是說那些人很喜歡造反 用一條命來搏 一定是使得他很不舒服 然後才會造反 然後才會反叛你的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一定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說回我們的貴人 或者小人 貴人這個世界是有的 真的有的 我幾十歲見過 得到很多貴人幫助 貴人的意思 他不只是幫助你的人 而是在那個大氣候裏面 掌握了一些操縱權 他創造了氣候 他也是貴人來的 當然如果不是得到一些 做電視的老前輩 創造一個這樣的媒介 這些媒介 當然他創造了媒介的時候 大氣候是因為容易賺錢 這是一個賺錢的 謀利的商業上 很重要的一個生意 一個這樣的生意 但是這個生意 我以前的老闆也說 如果你不是專業去做 這個生意做著做著 都是走向斜路的 一走向斜路 他不理會之後就是這樣 一走向斜路 這個世界越來越壞 所以製造這個氣候 本身都是你貴人 當然提攜給你一個機會出來 那個東西是貴人 賞識你的霸落 是一個貴人 這個社會如果沒有人賞識你 又沒有人製造這個氣候 又沒有人可以運行這個氣候 那你多厲害呢 在這一行都沒有用 還有我覺得還有一層的意思 貴人 貴人一般 你說在術數那裡的看法 我們有天灰天月 摺微斗數 灰就是男 月就是女 天灰天月 這是一種貴人 但是呢 其實貴人 當然這個世界不是男女 這個廢話 但是 是不是就是幫著你面 我幫你了 世侄 那個就是貴人 那個就是貴人 其實還有一層更加深刻的意思 隱藏的意思就是 將你磨煉 也是貴人 成為一個可造和大戲 那個更是一個貴人 因為 你想想一層 如果前面那個天灰天月 他是來吧世侄 給你機會 但是英文所說的 你磨煉 其實他不是貴人 他是小人 因為如果他不把你放上去 你不會滑得那麼厲害 反而 嗯 因為你根本都不可以 但是呢 如果有一個人 之前把你千除百年 說到你 由圓變方方 變圓再變紙張 再融入 重新成就過你 之後你未必需要這麼大的 你自己都可以承受到自己 嗯 就是 教你那個 或者磨煉你那個 或者給你一條路走那個 或者是刺激到你 必須要不斷挑戰自己 嗯 張梁呢 在橋頭 就撿個老人的鞋 嗯 那老人呢 故意玩他 是的 那那個呢 其實是張梁的貴人 是 就叫在一個球裡打 是的 這個也是他貴人 是 現在我們說的故事也是這樣 嗯 韓信的嫖母 嗯 哎呀 可以見你暈 給你一碗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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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最需要的時候呢 鼓勵了你的生存慾望 嗯 那都是貴人 是 就是 中國人的貴人 不只是大脅你那個叫貴人 一般人 簡潔 都是貴人 一般人是這樣理解的嘛 嗯 就是大脅你那個 譬如說 你阿姐 寫appraisal的時候 讚你 這樣 跟他頭保你 讓你升到 都是 那個就是貴人 這樣 就反而 經常捉你背部 那個 經常捉你那個 那個就不是貴人 一般就很直白地了解這件事 但是呢 我們剛才說的版本呢 其實是更深層 是 嗯 那就是 真的要認識 有眼不止 要認識大眼認識人 要認識大眼認識 知道誰是你貴人 我舉一個自己的例子 就是呢 我呢 就煮東西的嘛 我的正式是做廚糧 嗯 那麼就 香港有一間 我覺得很荒謬的意大利菜 因為我煮意大利菜的 那麼就 有一間店 就開一碟麵 一碟 一碟 賣你八九百元 這麼厲害 很貴的 八九百元 對呀 一碟麵 然後呢 一條魚呢 就1500-1800元 那我跟女生的朋友 兩人一起吃個午餐 我們叫一… 因為是女生吃的 有很多 我們叫做大袋 操促一點 不怕網台 是不是 大什麼袋 你自己想吧 大媽灑就吃的 我們就發覺 很好笑 我試過在裡面的時候 看到有人傻仔 經過 還沒搬之前 有傻仔經過 不知道就進來坐下 看到正瑩瑩 就是人少少 坐下 然後她一拿到 一截到一個餐廳 一個湯 加一個麵 一人食物 一人份量 幾千人 三千元 賣單 那你想想 多貴 你不要理會 有些名人 富豪 就能拍到 這件事出名的 就是所謂的蝦麵 就是西西里的 喂喂喂喂 不要喝你媽的東西 我兒子覺得很可愛 你要不要夾他過來 好 繼續說 他令我分心 他就太可愛 很英俊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打了空間 他的蝦麵 很出名 那時候 我就想做蝦麵 我想試做蝦麵 因為大家都覺得 是為了蝦麵而去的 初時我是這樣想 那些人問他們 怎樣去這間店 他們都說蝦麵好吃 我就很單純 你以為 真的因為蝦麵 那些人去 我就轉言 我就做 嘩我做 嘩我做 就試過給朋友 嘩 彈到一動都沒有 即不是球 嘩 彈到一文不值 說好不行 怎麼差 怎麼差 怎麼垃圾 我當然就很不開心 我覺得 大哥 我一個女生 又沒有腹幹 是不是 又沒有有錢老公 又沒有人養 靠自己 一手一腳 每條臉都自己拆出來 為什麼你要對我這麼刻薄 為什麼你要這麼厭 對我 是不好吃都不要說 不是不要說 因為他講得很厭 很刻薄 很刻薄 是的 但是 因為這件事 我就不停地轉眼 反而後來 現在的蝦麵 成為我的招牌菜 可以的 很可以 我獲獎的 有一本書 《飲食權威》 推出了 有這些菜 你吃完 你才好移民去火星 裡面就選了我的蝦麵 所以這個人間接來說 其實都是我的貴人 是 我覺得也是 這個 很多時候 天降大任於私人也 就不一定是要 怎樣 輔助你 或者怎樣 捧起你 那個才是你的貴人 那個 激勵你那個 或者給你一些困難 可能你覺得是少人 但實際上 這個激勵 苦楚 是 少少苦楚 那些激勵 其實是對的 那麼 你自己 發奮 就變成 你有所成功 這個也是 間接你的貴人 當然你說 如果是一個 in reality sense 如果有個人 是一個 出名的廚師 然後他說 我教你 然後把他的獨門秘方 傳授給我 當然你會更加直接覺得 他是貴人 但原來我自己摸出來 今時今日 那些人就是為了我這個菜而來的 那就是 其實我自己成為了自己的貴人 是 這也是間接貴人 所以 空夫子說 發奮 不是很多人寫錯的 這個 我小時候 五年級 老師已經說了 這個奮怒 不是憤怒的奮 不是憤怒的奮 是嗎 沒錯 發奮是憤怒的奮 即是主心邊的奮 這個奮 這個意思就是 你覺得又不高興 是 你才會發奮 你發出你那個 不喜歡的力量 是 而那個力量 由一個負面的力量 轉化 轉化成為一個正面的力量 這個叫做發奮 你剛才 你說的那個例子 就是一個發奮的好例子 嗯 我一條氣好不順 我一定要做到最好 是 做得不好 我就誓不低頭 沒錯 一定要做好為止 做好為止 我無論多少代價都做好 是 又讓你做好 這個就是 發奮的動力 後面的動力 推到你去成功 是 如果沒有這個發奮動力 各種都很順 你呢 那個層次 都是 某個去到 突破不了 是 你發奮 那個力量 才會去到 更高的層面 更有breakthrough的層面 是 那這個呢 遇到貴癮 不要只看誰扶持你 要看誰使你發奮 是 這個是對的 所以其實香港人不是要感恩 聽聽蔣麗雲所說 我們要感恩 是啊 因為如果不是有六八九的話 怎麼會激發到這麼多 鋼豬醒了呢 第一次三個兒子在這裏 沒有啦 我三個兒子都在這裏 好了 現在就說 你的佛教貴癮 是 是 佛教裡面看 人和人 或者人和貓狗 人和什麼都好 總之 所有的生命與生命之間 只有四種關聯 哪四種關聯呢 就是 報恩 報怨 土債 還債 四種關係 如果你說 第一就是報恩 報恩 他回來 他會為你帶來好的影響 正面的影響 譬如說 他會幫你 未必跟錢有關 千萬不要用香港的 什麼都要計錢 香港人聽 什麼都要計錢 是的 我們就不是的 我們不敢想的 譬如他說 在你需要的時候 他會出現幫你 喇叭是你頭痛 沒有帶子痛藥在身上 他會給你一顆Panador 或者說 譬如媽媽的養育之恩 更加 或者說小朋友來到 他家人本身很窮 在說古代 那小孩子 寒窗苦毒 十年 然後高中了 這樣 令到一家人 吐氣揚眉 校園贈金 那個也是報恩的 哈哈 沒錯 譬如說 我們看的那些例子 挺神奇 譬如說 房子著火 事主在睡覺 不知道 狂肺 快到他瘋了 不斷掘門 狂肺 吵醒他 他才知道原來是漏霉氣 或者是在火捉 那隻狗 你養了牠這麼久 覺得牠很討厭 又臭又骯髒又要臭 又要拖牠走街 但牠就是一個位 報恩 救回你的命 那個就叫報恩 是 你的前世 或者再之前 有恩惠給過他 是 報答你的 對 譬如有些兩夫妻 無仇不成父子 亦可以解釋 無仇不成夫妻 或者無債不成夫妻 當中我們要講的概念 就是 佛教的看法 是有徹仔金生的 你的前世 不一定是上一世 可以是上很多世 可能我上一世是一隻豬 或者是一隻貓 或者是上五世都是貓 不知道 總之就是 你過去跟牠結過這種恩怨 你幫過牠 牠現在就要回來 會幫你 在那個時刻 什麼時刻 即是 你適合 能夠給到恩惠給你的時刻 未必 未必的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很有趣 因果呢 很複雜 以及很難計 難計過什麼呢 就是那些銀行 你搭你的 compound interest 更難計過 是的 人們就說 我吃了很多 那我就放回一些 例如說放生 其實不是這樣的 你做壞事 做好事 是兩個account 講完就講完 美金就美金 就不能 cross account 沒得以恩 就報院 以恩 就填回恩 沒有得說 我以前很壞 我現在就做好事 互相抵銷 不存在這件事 為什麼就說很複雜 沒有對沖 沒有對沖 對沖 對沖 但我們剛才說 它不是一定在 正確的時刻 正確的時刻出現 是嗎 譬如說你在街上 看著劇 突然有個帥哥 走出來 或者有個傻女 走出來遮掩我 未必是這樣的 可能那個人 你和他認識了很長時間 大家付錢 沒有什麼往來 或者甚至之前 大家很不妥 但後來不打不相識 而又仇口 變成了朋友 你看到人 人和動物之間 什麼都好 我們叫做 Karmic Complex Karmic Combination 就是因果的組合 是很複雜的 他不斷 永遠貫穿 有一個佛教思想 就是無常 就算初時認識的時候 比如說 兩夫妻相愛 很好 但後來怎樣 老公殺了老婆 也有的 或者老婆殺了老公 聽到這 是不是很害怕 但是初時當然很好 初時不好 怎麼會結婚 但是後來會演變成這樣 因為原來他們的因果關係 是有這個伏線 伏在之前的 很久以前 就是說 互相有一個拖欠 還到盡的時候 緣分就會盡了 所以在佛教的觀點 你看到那些家暴 即家庭暴力事件 老公又滾 又賭錢 又打老婆 理性上 理性邏失上 老婆一定要離婚 離婚 走不前 但你發覺 打的他都不走 很多 或者他明知道 那男人不好 但他走不了 不肯走 但他知道不好 那男人不單止 他肯定會給他很多錢 他又不是 可能還問他拿錢 我見過這樣的案子 打也都不走 只有一件事 就是他 監了他 或者 不知道為什麼 他黏著他 他有一種無形的力量 像攝食一樣 攝食一樣 第二個攝不到 只有他攝到 這就是佛教所說的因果 因為他們的拖欠 例如那個女方 他還清那筆因果債 他走不了 但到他還清那一天 他可能會突然 睡醒後 就說 我早就還在 就走了 所以那些 今時今日的 你情我願 情情塔塔 海世三文 海夫石蘭 但是 因為因果的關係 亦都同時 因為無常法則 永恆地存在 所以他不會是 一面倒的好 和一面倒的不好 他會變化 他的變化 可能是今天很甜蜜 明天吵架 大家想互相殺死對方 然後又好回來 一直有這樣的變化 但是變化到最後 是相安無事 白頭到老 治死 然後分開 til death do us apart 還是那些 老公殺了老婆 老婆殺了老公 那些是 你算不到 看不到 風水先生幫你夾八字 包括自己本身的數底 是看不到的 都看不到的 因果 大的 是算到 小的 是算不到 更加算不到的是 人和人之間的緣分 是 沒有算不到的 算不到的 這個就是貴人 這個就是貴 小人是怎樣 你剛才說 你的命本身 充滿驚激 充滿人在後面 害你 或者阻礙你 為什麼 這又是前面的因果關係 佛教的角度 就是這樣 以前是一個很壞的人 一定是 一定是很壞 前世 前幾世 前很多 總之就是 你不要管 總之我什麼時候滾的 卡都好 今世要還 那些都是你做下來的 是 是 是 佛教有個因果概念 很多人都模糊了 就是什麼 負債只還 你必的 其實是沒有的 自己負責 個人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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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誠 對不起開人傳名 李嘉誠 他兒子就好 爸爸留給他 如果你在佛教的角度看 就是怎樣 就是 他兩個兒子 在過去世 以前 不是前世 過去世 不知道多少世 前世好像說 正在上面 那一格 但我們說 上面 沒有數那麼多格 就是 那兩個兒子 在過去世 曾經 很大力的 支持過他 幫助過他 是在財報司上面 即是錢銀上面 是給過很多幫助給他 那現在是要什麼 回來了 今世 他就投胎回來 做了他的兒子 就由爸爸 還回這個 因為我們剛才說 有四種關係 報恩 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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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土債 還債 這次是 李首富 還債給兩個兒子 所以他就會 有很大筆的 家產 給他那兩個兒子 來享用 現在貌似 就好像是 老到益祖的兩個兒子 其實 在佛教來說 就是一種 中落常還 即是 沒有無緣無故的 愛又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沒錯 包括我們 譬如看一個人 譬如有人很討厭貓 和我又很喜歡貓 跟著可能同一個明星 有人很討厭他 有人很喜歡他 為什麼呢 就是又在佛教的角度 是你過去宿世 和他的因果的關係 有些人很喜歡他的 就是過去結束的善緣 曾經 好的緣分 有些瘋狂的粉絲 不斷買的東西 同一隻碟買幾次的那些 同一個演唱會 也要看二十場的那些 那他就不單是一個線緣 當中還有一個債 要還給他 這是債來的 有因 他要報因 也都是要還債 如果這些債還不小 下面還要還債 是的 不斷還清為債 是的 很嚴重 所以就是說 這個概念 你去看 你套下去 其實是適合的 套下去很多東西都適合的 就是說 如果是報因的 他回來幫你 人情上面幫你 很多事情他會幫你 如果他是要報很多因 他就要不斷很長時間幫你 但如果他是一個因位 他可能報完他就離開了 也有的 幫你擔一次遮 在隔壁 遇到 遇到 或者是搭車讓位給你 是的 這個也是一種報因 沒錯 有沒有看到那個人讓位給你坐 是要這個 讓給你 還有大家都在那裏 大家都在那裏 大家都看到你這麼老的 哈哈哈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報怨 報怨這個恐怖一點 恐怖一點 恐怖的 怎樣呢 因為香港治安好 但是呢 我其實呢 就被人覺得我很變態 我很喜歡看那些 crime 那些investigation 是 我覺得也是的 這種只是放很多個假的 是啊 很多的documentary 我每晚都看 我專門看這些 專門說的兇案 下次我送一堆DVD給你 很多這些 我喜歡看這些 我不是很嗜血 我不是 但我很喜歡看真實的東西 他不是drama 是docudrama 他是有一件真案 不過呢 他重組的案 有些有結果 有些沒有結果 那這個呢 就是 比你看到人世間 即人海裏面 有些這樣的情況下 有些這樣的情況下 有些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有些人會喜歡看 譬如你 那一定有原因 是 是 那你怎樣看到 他是報怨呢 譬如我看一個例子 一個案子 是很深刻的 因為很慘 很慘 就是有一對老夫妻 很恩愛 為什麼很恩愛呢 因為他們原來是初戀情人 然後呢 然後呢 老子初戀嗎 不是 他們年輕的時候初戀 後來呢 打仗 然後又失散了 各自各組織家庭 然後呢 到晚年呢 各自喪偶 然後呢 那個女孩 就在一個 好像社區中心 做事 她聽電話 她是做接線生的 然後呢 那個男人 就打進來 接著 他們打進去 會問她叫什麼名字 可以查她叫什麼 社交保障號碼 然後呢 就 相認 然後出來的時候 居然事隔了 五十年 但彼此 都對對方 還有一種愛慕 然後就結婚 很恩愛 然後呢 他們晚年的生活 都相當OK 相當好的 因為那個男人 買了一間屋 這樣 那跟老婆 就很恩愛過活 這樣 有一天呢 她是煮煮下夜 太太在煮菜 然後老公 看著她煮菜 看著報紙 這樣 兩口子的幸福生活 平平淡淡的 但一人按鐘 接著他們一去開門 哦 原來以前啊 那個鄰居 一個女仔 是年輕女兒 跟他男朋友 就說 哎呀我看到你住這裡 我剛好經過 就過來探望你 這樣 那個老夫妻 就很好人 哎呀 進來坐 進來坐 吃飯 吃飯 坐下吃飯 好 接著那個女人 老太太還說 你留下睡 哎呀 哎呀 我們多間客房 我們有客房 不怕 那個年輕人說 不怕 不要啦 不想令到你們有負擔 不怕啊 我們剛剛買了一層樓啊 接著那個老公還說 哎呀 原來原來 原來他買了這麼多錢 早知道我一早買了 早點退休 不疑有渣 不疑有任何問題 嗯 說了 很熱情地招待他們 一到晚上 睡一睡 那個白夜公 你知老人家不是睡得很好 聽到聲音 他就下去 就看到那些櫃筒打開了 嗯 又不是那些隔蠻的櫃筒 是普通櫃筒 嗯 打開之後 然後發現那些東西亂了 那些信啊 被人搜 被人搜 什麼bank statement啊 那些東西 接著 他覺得 哎呀 是不是自己記證不好啊 沒有放好而已 就是這樣 第二天晚上 那個老公 還在睡覺 很早 那六點鐘 那老婆就看到 那兩個年輕人 不辭而別 嗯 走了 準備走 哎呀 我煮了早餐給你吃 他說不用了 不用了 我們趕著走 然後 如是者 就隔了兩三個禮拜 真人真事 就在意見 那麼 晚上 老婆 聽到人敲門 就開門 就有兩個年輕人 就說 哎呀我們的車子 死了火啊 可不可以讓我們進來打個電話 你知道美國不是每個人都有電話的 一些窮鄉的地方不是每個人都有電話 就說 好啊好啊 你進來打電話吧 然後進來之後 他們就拘捕那些封箱膠紙 綁手綁腳 綁腳 綁兩腿 綁兩腿 兩腿 然後呢 帶他們進自己的車 的車尾箱 躺在那裡 蓋了它 蓋了它 車到荒山野嶺 嗯 然後 然後 就問他 就說 你層樓的錢在哪裡 嗯 打他銀包 是不是在這張ATM卡戶口裡面 他說是 那個男的 那個阿伯就說 你拿吧 你拿吧 你要什麼 我給你了 總之你不要傷害我跟我太太 然後 他一路說 一路向前逼 一路向前逼 腦袋一跌 原來後面就滑了一個坑 哦 已經滑了一個坑 等他掉下去 等他掉下去 摁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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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到警察找回他們兩個的時候 這兩個老夫妻是互相擁抱而死的 哦 在一個坑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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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坑裡就這樣出不來死 是活埋至死 嗯 接著這一刻 他臨死 看到他以前的鄰居 那個女生 他初時也有懸念 就是覺得只是個男的不好 就是個男朋友 連同他的朋友過來搶劫 原來是個女生 也有份 嗯 這個怎樣是一個報怨 其實你就這樣看 他們又在做鄰居期間 沒事的 沒仇無怨 沒仇無怨 還有交情 我們想像一下 不像今時的香港人的家 鄰居不認識 不打招呼 大家一起坐電梯都不說話 他們是會煮飯 然後請大家去對方家裡吃東西 有交情 甚至搬屋都還會通知他 嗯 告訴他我會搬去哪裏 他們兩個才過來探望他 嗯 但是呢 一個言談之間 一句說他買了一層樓 嗯 接著呢 然後呢 探念 殺機 對 今時今日 科學解釋就是這樣 在佛教的角度解釋就是 其實呢 其實呢 這對夫婦 是欠了 這四個人的命債 哦 所以佛教經常說 不要殺生 那最後這四個人有沒有復法呢 有復法 但是 怎麼說呢 法律的懲戒是一回事 但是因果的角度就是說 這兩夫妻 不是一開始已經訊息到 這個隔壁屋的女孩 是壞人 如果一開始訊息到 你不會跟她有交情 嗯 他也不知道後來 帶了一個男朋友來 那男朋友呢 會覺得 哇 這次應該有錢賺了 又再找兩個朋友來 做大茶飯 嗯 是吧 但是呢 他們兩個就因為這樣而喪命 嗯 而你想回頭 這兩夫妻 跟他們說 買了一層樓啊 怎樣也怎樣 那個動機其實是 不想她覺得內疚 在這裡住一晚 或者住幾晚 而對她構成經濟的壓力 嗯 我有錢也沒所謂 是啊 睡一睡也沒所謂 不用怕了 我買了一層樓啊 好心的 好心的 但是你想想多慘 這個呢 我呢 我呢 曾經也有個這樣的思考 嗯 但是呢 我就不是用佛教這個 報恩報怨的觀念 嗯 我呢 無法解釋到這個這樣的現象 嗯 譬如呢 你記得呢 台灣有個神經佬 現在我當成神經佬 是的 那個叫鄭哲 在地鐵裡 在地鐵裡 見人就斬了 是 是 在地鐵裡 有試過有一個 也是唐人來的 又說他呢 精神有些問題 是 他在一個長行 那些叫灰狗 Grey Hunt 那些長程車裡面 他割了旁邊的人頭 殺了人的人頭 那跟他不認識 大家三不認識狗 我們看回那些 嗯 新聞片 見到這個人下來 下車就寫了 傻是是 嗯 那當然 後來都要 進去精神病院 那我經常在想一個問題 為什麼 他會 這麼巧 個個都不殺 是殺了那個 這樣的無辜的人呢 跟他不認識 又沒有跟他徒神無仇無怨 嗯 或者在長途車Grey Hunt 坐在旁邊 那個人是睡著的 如果醒來那個人 就未必被他躲到 是 剛才睡著 讓他入刀 就躲到頭 為什麼呢 這個解不了 只能解到 用我的能力去解 就是不幸 這個世界一定會遇到不幸 這個世界一定會遇到不幸 這個世界一定會遇到 遇到不知什麼事 又不知為什麼 有時候逛街 本來最重要的時候 你最想趕的時候 一定會有人阻礙你 不知為什麼 只能夠用 美國佬的方法 叫Peters Principle 叫做Mervins Law Mervins Law Mervins Law 就是你最想做的事情的時候 就是遇不到的 事與願為的 那個就是Mervins Law 之後這樣解釋 但如果你聽你這樣說 原來前因是有在的 我是解釋不到的 有很多佛教故事 我解釋不到的 因為我們沒有想到 前面發生的事 我們喝過麻婆湯 都忘記了 是 沒有得證明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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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證明不到的 只能夠是一種 相信 信任 其實宗教這件事就是這樣 所以 多一個解釋 多一個角度 因為 像你所說 真的不幸運 你說鄭折 另外前一陣子不是太久 就是有個瘋子 拿著刀 經過見到一個小女孩 兩歲 是的 就割了她的頭 在一個媽媽面前 是的 那個小燈泡 小燈泡 是的 沒有仇無怨 小燈泡 小燈泡 只能夠 如果用你的解釋 就是佛教 那個 施登泡 跟他以前 那個 兇手 有一個 欠一個怨 欠一個怨 欠了一個人命 欠了一個命債 所以佛教怎麼說 不要殺生 不要殺生 原因是在於在這裏 因為他被你吃了之後 尤其是你去殺他 或者是你喊他而死 你知道廣東人最喜歡吃油水海鮮 那條肥子 那些 他就記住你 他記得你殺了他 那他就有一個機會 隔了很久 視機而動 那個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他在這個 第六色 深藏在阿拿耶色裏面 這個是我們見不到的 很潛藏的 潛意識來的 做過一件事 他裡面是會避免了這個印象 那他如何避免到這個對方 可能這個對方不是在他周圍隔離 可能生早他一代 他永遠見不到 或者生不同的地方 終會遇到 始終都會遇到 無論千八億年 佛教角度就是 一定會遇到的 走不了 就算是不同的年代 終於有一代 會遇到 或者是不同的地方 我一個在南美 一個在香港 永世見不到 有些南美 世界有七十億人 怎麼會見到 對 怎麼會見到 他是土人 你見不到 但是 這一世見不到 不是等於見不到 他後面還有一個機會 這麼巧 你就去到那個地方 無緣無故 放了一槍 然後那槍一打中 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你剛剛說的 很遠 大家不會遇到 很好的例子 是誰 Michael Rockefeller 是 是 去了那個 這個 亞馬遜 不是 那個叫做 聖經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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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他們好像說 找回 類似他的 屍鞋 你想想 大哥 他是Michael Rockefeller 等於是 美國的 皇室 他不需要去那裏 考古 研究人類學 他只要不去 這些 第三世界國家 一定沒事的 他在美國 橫行也可以 這麼多地方 都不去 為什麼去到那裏 剛剛有個獵頭族呢 為什麼有個生番呢 為什麼這麼多人 是要居住他呢 有一個說法 雖然現在沒有很確認的說法 說他死了 被聖經萊的食人族 獵頭族吃了 但是有一個說法 當然是說 裡面有人說出來 幾多十年前 有一個白種人進來 因為他們土人未見過白種人 他們覺得他是神 覺得他是有特別的能力 他們的文化就是覺得 我是吃了你 我就會有你的能力 他不是出於仇恨殺他 但是就是 吃了就好像你會發光 在太陽底下 又高高瘦瘦 我要有你的能力 但是這個解釋 在我來說 就是缺乏了科學的證明 可以是一個宗教的解釋 是一個宗教的解釋 在道教也是這樣說的 是嗎 道教也是說 譬如現在我們日常 在鵝頸橋 打少人 打少人 打你的死人頭 小人頭 那個也是道教和民間宗教的一種儀式 是武術來的 你覺得這種方式 去消除了這樣的怨恨 或者這些報怨 是不是有效呢 我覺得已經雪榴了嘴了 為什麼雪榴了嘴 應該是有 我覺得一般人 他們覺得他有效 就是因為 寄予他有一個超級自然的能力 打打打的人就會痛 就會縮 即是那個無痴 是的 他是有特異功能的 其實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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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認為他有的 我認為是什麼呢 我認為就是 你自己 心裡面那套惡氣 那個口惡氣 那個抑鬱 和那個不滿 宣洩了之後 你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張力 當你沒有這麼大的抑鬱的時候 當你很容易 但你不是這麼抑鬱的時候 他就不會這麼硬地打回頭 你明白我想說嗎 即是消消氣 你消消氣之後 你不用每次都頂到這麼行 那些東西變得更換和 那你自己都會覺得 好像變得更好轉 嗯嗯嗯 即是一個心理治療 我覺得是心理治療 是的 我沒有解釋到這個 習俗 但這個習俗 在人民間的信仰 或民間宗教裡面 可能有這個作用 但是還有一個作用 我覺得是一個警戟作用 即是說 你作為一個其他人的小忍 這個小忍有一個 你害人的小忍而已 你要說出一個名字 劉天賜 最好是有八字 是 因為一張照片 打獲金的小忍 然後就用一隻鞋子 鞋底作用 是 即是說 一個人 作奸犯科 或者做人的小忍 你是會受到公開的懲罰 是 即是你信不信好 你起碼有一件事 你信其有 不過信其沒有 你很害怕 即是說 惡有惡報 不是這樣 未必報 但是 你起碼公開 為什麼在鵝頸橋被人 兜拖鞋 這麼拼 唉 次官 我覺得是太好人了 你知不知道 剛剛那一段的經席 即是今年經席 今年經席 我這麼巧在鵝頸橋出現 你知不知道 是嗎 講故事 你知最多人打是誰 楊淨英 六八九 但是又不是打不死 他不是還在 又打不死 但是香港人 宣洩了那一口樂器之後 那怎麼樣 就繼續被他欺負 為什麼 他不跟你直接的瓜葛 但是如果你說 不是 我打的是公司的大姐 那就可能會有分別 因為 有往來 我年六八九 是沒有往來的 我們在Facebook 硬給他生氣的 紅頭給他 他不一樣繼續無恥 所以我覺得 據我所知 真是道教的道士 就不拜 亦都沒有這套東西 是啊 沒錯 他們是有真實的 詛咒 詛咒的法術 但是不是那麼儀欺 但是你的小人頭 這是民間宗教 民間的信仰 真正的道教 現在我們講的 做法治的道教 或者有科兒的道教 他有很多規矩 當然除了這些妖魔 他又有一種科兒 一種方法 就算捉鬼也有種方法 捉奸也有方法 捉奸 捉奸 但是我覺得 我也相信是一種心理的 調節 是真 因為佛教的手法很不同 佛教就是 你冤冤相佈何事了 冤家易解 不易結 就是勸這個要解冤識結 四個字 他們有一個說法 就叫做冤親債主 什麼叫冤親債主 就是債主 大家聽得明白 債仔的債主 就是欠你債的 債未必給人家錢錢 是啊 感情債 都有 有些女孩子 她的感情路 是很坎坷的 但是是美女 好正的 好索的 原來感情路上 是冤親債主 甚多 什麼叫做冤親債主 那些男孩子就來 又騙財又騙識 那些人 就像烏鷹生氣 是的 遇到十個 十個都是賤人 沒有過成事 沒有過成好事 是的 但是那些女孩子 明明是很好的 在一個現代科學的解釋 就是 怎樣解釋 冤親債主 冤親債主 不是只指感情上面 騙財騙識的 那些叫冤親債主 那些可以叫做狗公 或者賤人也可以 但是冤親債主 還有很多 感情上面 剛才說了 錢人上面 事業上面 任何 最恐怖就是去到生命上面 差了一條命 對 差了一條命 剛才那些瘋子 就是說 那個瘋子割了小炮炮 小燈炮的頭 然後鄭折 然後 通過地鐵站 對 我剛才說台灣 不是台灣 對不起 美國那個例子 那兩恩愛的老夫婦 被舊鄰居 是的 然後四個人殺害 活了 你看多慘 那麼 這些就是生命的冤親債主 因為他回來拿你的名字 還有一個很恐怖 你沒有想過 大部份人都沒有想過 醫生 怎樣呢 夠不夠你 醫生誤判 斷錯症 斷錯症 你明明有那個病 他不知道為什麼 鬼暗暗地看不到 剛剛你就遇上這個醫生 是的 或者說他要做手術 那你當然相信他 但他是醫生來的 怎麼會跟他爭辯呢 誰知道那個人做錯 我們近時 余老總就是這樣死了 噢 真可憐 小時候其實是amoeba菌 進了肚子 噢 amoeba就很簡單 本來很容易醫 但因為醫生認為他可能是流腫 是 那就跟他開刀看看 嗯 他不知道不能夠開刀 他如果知道amoeba 就不會開刀 是 一開刀之後 那些amoeba 進了血 嗯 那amoeba 在裡面 就無性生殖 是 他不是生肚子的 是 不用了 無性生殖 一條就掉了第二條 不條這樣變 第二條就變了四條 四條 變了幾何級數上 那這些這樣的東西 一去掉了血就很難搞了 那 很多人捐血 他那血又特別 嗯 好像是B++ 我記得 很多人捐血都不適合咀形 嗯 那最後就不在了 很年輕 是 那這個呢 就是遇到一些 誤診 是 誤診又不能怪一個醫生 因為呢 真是 沒有人想過 是amoeba 就是 香港很少 這些是熱帶病 或是熱帶病 後來請到專家來的時候 已經遲了 如果聽你剛才的說法 又用佛教的角度 就是 余老總 他的冤親債主 不只是他醫生 還有amoeba菌 都是的 那些菌都是冤親債主 是嗎 但是他當初進入他身體的時候 還不是去到要拿到他的命 是啊 不是拿到命 他在印度喝了一些髒水 是啊 他潛伏很多年 又不見了 你去印度喝了也沒事 我去印度住了很久 但是呢 整個完美風暴 就是amoeba菌潛伏 接著遇到一個醫生 誤診 整件事就搞定了 我認識一個六尺多高的 大拉丁美洲人 做餐飲的 去巴里島旅行 給蚊針 我們有誰沒有給蚊針過呢 他經常給蚊針的 哎呀 他針就玩完了 這個叫做什麼 藥疾 不是藥疾 另外那種病 不是日本腦炎 另外那種是登革熱 登革熱 就玩完了 三天不夠就玩完了 是啊 是啊 但是三十幾歲 一個大舊的男人 越大隻越衰 突然之間就這樣就沒有了 哦 所以 醫生呢 譬如誤診是一個例子 另一個例子就是 開一下刀 哎呀 剪到你的大動物 然後死了 哎呀 米奇 這個呢 開完刀有併發症 這樣 通波仔 嗯 十次啊 十次都穩陣的 嗯 胡金泉就通波仔四月 是 嗯 你可能說 就是 不是醫生錯的 嗯 自己都有問題 你沒有了個 要通波仔的可能性 就不會去到那個醫院 是 又不會去到那一天 是 不是那一天就未必遇到那個 那件事 是 所以後面很多 如果你用佛教說 就是很多姻緣 整個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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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殺下去 是啊 這個我也相信 一個人生死 尤其去到這麼 原妙生死的關頭 一定有很多 前因後弟 是 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 又複雜一點 就是 這個 你以為是 無上的榮寵 是誰呢 Jane Seymour 就是這個亨利八世 他第三位太太 十幾歲 哇 他終於生到亨利八世 就是兒子了 期待已久 是的 的兒子了 占士 是的 但是 哎呀 就這個 那叫什麼 殘肉 熱 殘肉熱 肉熱 然後 就在幾天 就死了 但是 如果你想像 他不是因為 這件事死了 之後的後半生 是無限風光的 是的 是無上的榮寵 是的 但是 這個兒子 居然就是他的冤身寨主 就是拿他的命 就是兒子拿他的命 就是兒子拿他的命 兒子因為出生 使得他不止 流血不止 流血不止 不斷地 出血 出血 剛剛香港前一段時間 也有個很慘的例子 很慘的 不是這麼常見的例子 但是會有的 萬分之一的機會 為何會中在你身上呢 大家來示範 這都是一定有一些前因的 所以佛教的角度 不是跟他鬥法 不是跟他說 我寫道符 黏著 是不斷地 透過做功德 回向給他 透過懺悔 去請求他的原諒 你不只是口吹吹 說你原諒我 耶穌說你要歡酸你的敵人 不是這樣 你知道佛教會念經 早晚會念經 那你就把你做的好事的功德 就說行了 我賺了錢 我不要 我先給你 我先給你 總之你好 就是我好了 最重要是你好 用你的誠意去感動他 有可能性 轉化到他 其實呢 不要說我盜你們迷信 聽眾 但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看一個叫山西小苑 我答應你一定會悶到抽筋 還有他裏面說的話 是Documentary 當然是強烈宗教色彩 當然是佛教人自拍的 所以順不順由你 可以自己看看 就是一堆絕症 醫生放棄治療 不想理他那些 窮人 醫不起 全部都聚在那裡 他們就用佛教團體 去吃齋 念經 懺悔 迴向他們冤身債主 然後就說他們康復了 都會康復了 就康復了 你說是否因為 那誰都康復了 有些人都康復了 他講得康復了 是否說這個 因為你的人沒有那麼負面 正面很多 但宗教就不要拼搏 很難拼搏 宗教就只有信 沒有解釋 沒有解釋 基督教都說 信忘愛 你有信 你就可以有希望 然後那個望 就可以引伸出來的愛 你怎樣解釋呢 但世界上我相信 必定有玄妙的 很玄妙 是甚麼玄妙呢 人的智慧能力 未必需要解釋 有些解釋不到的 解釋不到 你就無謂自己 強硬以為自己可以解釋到 要是你相信 要是不相信 要是不相信 不相信你都尊重 要是不相信 然後你的人會好一點 沒錯 今天就差不多了 聽眾 如果有甚麼特別的話題想聽 都可以留言給我們 還有麻煩就like我們FORUM FOURUM的Facebook Page 還有在我們的Youtube上面 都是打FOURUM 訂閱了 我們當有新片出的時候 你們就會收到通知了 拜拜